2016年初大将精灵寺发布 第一次入手无人机 从此入坑航拍之路 也开始了我的视频创作之旅 让我印象深刻 有两次 第一次在学校教堂飞行的时候 碰到朋友们 给他们介绍了无人机的各种功能 感叹无人机的强大 第二次是在苏格兰飞行的时候 风很大 可我还是想拍一些风景 结果起飞后被风吹跑了 自动迫降到了小区里面 万幸的是最终还是找了回来 我现在真的 我以至今 我以为我飞机要丢了 竟然没有丢 太可行 我找了半天 之后飞机被偷了 也是后话了 接着又买了一架新的精灵寺 没费多久 卖给朋友了 2016年末 Mavic系列发布 小巧的机身 折叠的设计 一级难求 我很幸运第一时间下单 拿到了机器 被它的便携性和画质静待了 这也是陪伴我最久的一台无人机 从英伦三岛 到西班牙的Ibiza Let's go 瑞士的日内网 普拉雅的里斯本 它给了我太多的回忆 18年 在Inspire 2已经发布了接近两年后 终于攒够了钱 入手了一架二手机器 因为实在太喜欢 物二的外形 以及可变性设计 简直就像是外星飞船 当时激动的步行 跨越了半个国家去体货 Inspire 2外形庞大 每次飞行都是全场的焦点 记得在布莱顿的白牙起飞时 一群小朋友看到 都很激动 我被他们团团围住 于是让他们朝飞机挥挥手 这也是我和他最美好的回忆 之后当天就炸机了 因为起飞时没注意到头顶的天线 大意了 28月份大将推出了搭载 一英寸SIMOS底的Mavic 2 画质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当时感觉就像是一架 能飞得单凡 画质实在是太好了 在意大利 它帮我记录了世界上 第一个垂直森林建筑 代表着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 而在五宜村 时间仿佛停止 岁月静好在这里慢慢沉淀 在面对冰岛的寒风 依然表现五件 排向了如世界镜头般的极丽景色 19年大家FPV数字图传系统发布 首次将图像传输体系 从模拟信号带入数字时代 垂涎穿越机已久 最终决定在此开始组装自己的第一架穿越机 从最初的调餐到模拟器练习以及首飞 耗费了很多的心思 学习了很多 最终给我从另一个视角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即使到今天也依然在不断地探索和学习 空中F1穿越机将为是未来航拍的新趋势 20年借着生日的机会 我的好朋友洪总给我送了一台最新的Air 2 4K 60P的流畅画质 8K延时摄影 以及比Pro系列更加紧凑的小巧的机身 让它成为了我的新宠 室内飞行穿梭 再也不担心 用它参与拍摄了奥迪LS7的宣传视频 效果也很出色 总而言之 无人机给我带来的 不仅仅是飞行时的快乐 以及记录美好的机器 同时让我认识了更多的新朋友 精彩了我和朋友们的生活 每当看到无人机起飞时 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仰起飞觉 而我也会带着这些 继续去探索更多的美好 我是亚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